张欣逸追星成功 被一阳千玺甜甜翻牌 袁洪的回应醋意十足 张欣逸在演艺圈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因为演技卓越 还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但大家或许更加关注她的婚姻生活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其实张欣逸在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不过最终不欢而散了 戏剧的是 如今的老公袁洪还参加过张欣逸的婚礼 虽然背后舆论不少 但张欣逸自从嫁给袁洪之后 小日子过得还是挺甜蜜的 面对得来不易的妻子 袁洪自然是加倍崇拜的 甚至有人都会觉得 张欣逸是不是上辈子拯救了宇宙 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么帅这么疼她的老公 哪怕是已经结婚多年 甚至已经有了孩子 袁洪对待张欣逸的感情依旧是没什么变化的 甚至还会为自己妻子追星的事而吃醋 了解张欣逸的人都知道 其实他是有一个偶像的 可能在她这个年纪 我们都会认为是不是喜欢那些年龄稍高一些的偶像 可张欣逸的偶像竟然是易洋千玺 而且在公众面前 张欣逸不止一次提过自己喜欢易洋千玺 甚至在其他平台看到有人黑易洋千玺 还会直接回对回去 因为他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去说自己四字弟弟坏话的 还是更多了解 还要是易洋千玺 但是在公众面前 这些年龄稍逸的偶像竟然是没有变化的